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凌云的直播间 凌硕说财经有趣有获益 今天是4月28号 4月份已经只剩下了两天半 到现在只剩下两年半 所以年报和一季报的披露也逐渐进入高潮 开始有一些大牌的公司 对市场有相当影响力的公司 在公布财务报表 那么我们讲到就是在这次披露财务报表当中 还是一季报是最重要的 一季报的走向会对市场有更大的一个作用力 这是对于季报是需要重视的 现在到了高潮阶段 大牌的公司在做报表的披露 有些白马的橙色还是相当白的 但也有些就是出了意外 白马变驴乱踢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看一下今天市场的一个走势 我觉得今天市场走势走得还比较稳健 而且基金重仓的品种多数走得比较强劲 可见在前期市场大跌之后 基金的总体是站稳了阵脚的 开始在有序的一个反击当中 那么体现在哪呢 体现在我们看昨天外围市场 依然是一个高位的震荡 倒着涨 这个纳子的小不下跌 应该说是高位的一个波动 对A股也没有形成实质性的一个影响 A股走在自己的节奏上面 昨天的最重要的这个报表披露 肯定一个是茅台 这个茅台显然是不达预期 主要是盈利不达预期 我觉得营收倒也是基本上符合 11%对吧 没有惊喜 营收没有惊喜 但盈利不达预期 只有6.57% 这个相对去年的16点几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这个个位数 这样的一个涨幅 但是呢 从今天市场表现来讲呢 倒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干扰 茅台呢 低开之后呢 做了一个整理走势 酒类板块呢 实际上走得还比较活跃的 特别是呢 三线的 二线的白酒 走势呢 也比较强劲 所以白酒板块呢 只有茅台是下跌的 这个呢 是酒 第二一个呢 就是宁德时代 也披露了 它的年报和一级报 年报 总体来看呢 其实增速呢 也很一般 但是呢 从早上的市场的表现来看 还是被接纳的 还是被接纳的 是高开高走 那么宁德时代呢 在整个呢 今年的基金的调章当中 它是没有被减仓的 它的仓位呢 保持度还是比较好 同时呢 是多家基金的共同指差 所以今天呢 并没有受到 这个年报业绩的太大的一个干扰 这是宁德时代的一个情况 那么全市场而言呢 是早上平开 然后略有震荡整理 然后呢 就是一个往上走的 这么一个过程 就早上呢 是一个 因为还是有点冲击嘛 包括呢 像茅台一逼开 那对护士呢 是有直接的影响的 逼开之后呢 略有整理 10分钟左右 然后开始呢 上拉 这个上拉呢 创业板这边呢 这点就体现出来了 一个是宁德时代呢 高举高档 这样的稳住了 第二个呢 就是医药医疗板块 走势呢 还是非常强劲 特别是基金呢 在医疾报里头增仓的 像康泰啊 等等这些 走的呢 也很凶 然后呢 再加上呢 前两天公布报表之后 被市场追捧的 像这个慧川 这些呢 都是权重股 所以随后的走势呢 是一个迅速的上工 然后呢 再做了一个整理 然后再度上工 那在10点35分 达到呢 盘中的一个高潮 而略有回落 略有回落 做了一个回落整理 在临近五千手板的时候呢 再保持了一个唱巧 这是早上的一个走势 从指数的表现来讲呢 我觉得还算是不错了 离开整理之后呢 进一步的一个反弹 反弹过程当中呢 以创与创业板为起手 创业板 创五零 创篮筹 创成长 都表现不错 涨幅呢 好的在2%左右 从这个指数的一个连续性来讲呢 是一个继续创新高 从反弹的位置来讲呢 已经反弹到了 就是牛年开局来杀跌的一半的位置 就杀下去很凶 然后呢 从底部的抵抗之后呢 反弹上来 现在已经将跌幅的一半 收复回来 这个走势呢 是跟我们的判断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前段时间为什么强调呢 一可以抄底 二呢 市场会有反弹 三 交手的重点还必须呢 放在基金的中产股里头 只不过呢 基金中产股呢 有些能够在这轮刷跌以后 卷土重来 有些呢 就会被提出先帮 就会沦落 沦落这个江湖 这是不一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呢 就是第一呢 是会有反弹的 第二一个呢 反弹要形成 不能够靠杂七杂八的品种 还得靠基金中产的这些品种 能够形成反弹 并且反弹的有一定的持续性 这样的反弹才能够展开 那么从现在的走势来讲呢 我觉得 基本上是兑现了这种预期 目前来看呢 还是走得比较活跃的 这是整个市场的一个 上午的一个走势 第二一个呢 从成交的情况来讲呢 人气的改善是比较明显的 就早上的一开始肯定是受茅台的拖累 人气呢 是有所这个降温的 但随着反弹的展开呢 就是人气方面呢 回到五分以上 至少是一个及格分数 第二一个呢 从个股涨跌比例来看的 改善的也比较好 昨天呢 我们看到市场是分化很严重的 那今天呢 这个涨跌比例呢 基本上是对等 两千加 对两千加 那两千加对两千加呢 就已经不错了 就已经不错了 因为A股呢 很简单 现在有很多股票呢 是被变化的 被变化的股票呢 经常性的会在市场 走好的时候呢 它反而有压力 反而泡压比较沉重 所以呢 像两千加对两千加 这样一个涨跌比例 也算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这是从个股涨跌比例来看 那么从这个资金流向上面 来看的话呢 今天的北向的资金呢 继续小规模的一个流入 不大 8.651 在五间所办的时候 但是呢 毕竟还是连续几天 转为那个净流入的 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呢 在这点上面 还是有所改善的 那么今天呢 机构的资金呢 应该是比较活跃 我这里好像数据出了点问题 这个可以看到呢 机构和这个 主力的资金 在最末的这个阶段呢 还是往上撬得比较厉害 看大盘呢 也能够知道 就是今天机构和主力呢 肯定是积极参与市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金重商的品种呢 走得比较强 而且是连续走强 这肯定是由资金去推动的 它不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走强 就是得有资金愿意推 在相对高的位置上面呢 继续推 甚至是一个人力的 主动的介入的 这么一个走势 所以今天呢 机构主力的资金 肯定比昨天好 昨天是比较差的 在开盘的时候 然后再慢慢稳回来 在下午的时候呢 才稳定住 今天呢 是在开盘以后呢 就逐渐的走出呢 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从资金流出的 这个个股上面来看呢 这个幅度呢 倒是不是特别严重 茅台呢 是第一 但是呢 也流出了 这十五个多亿 京东方呢 流出四个多亿 京发 流出了两个 二点九个亿 然后 这个卧生 流出呢 也是二点几个亿 中国平安 流出二点几个亿 就是 茅台的资金进流出呢 也只有五个多亿 然后呢 从走好的这部分呢 就是 像天奇 礼业 进来了十几个亿的资金 十四个亿 这个明德时代 进来了十二点几个亿 这个资金 所以也涨了五点几 东台呢 走得很强 东台最近这波反弹呢 还是蛮有气势的 在全张板块上面呢 走得比较独立 也进来了七个多亿 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是比较受益呢 目前这个 A股的这种转型 我觉得东台呢 大概就是 券业里头 比较确定 能够收益呢 这种市场转型的 这样的一个公司 一会呢 我们再稍微聊一下 就是 然后呢 这个白酒里头呢 像 粉酒啊 昨天一开始调 后来涨起来了 今天继续上涨 那小康呢 现在是风口里头的公司 走着也确实很疯 资金的炒作呢 很凶猛 今天的涨停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总体来看的话呢 就是目前呢 个股要表现好呢 一 肯定得基本面 要有亮点 第二个呢 是肯定要有资金追捧 基本面有亮点 没人追捧 其实也走得会比较难看 基本面有亮点 然后有资金追捧 那就有可能走得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资金呢 可以是独立的 就是说 某一些载范围的 也可以是宽范围的 从今天来看呢 就是生物医药方向的 还都是宽范围的为主 这些 今天的走势 我觉得还是 这些方面呢 都是不错的 都是不错的 那么市场呢 走到目前这个阶段呢 就四月份的走势呢 我觉得已经是走出期待当中的 比较好的 一种走势 就是稳住正脚之后呢 逐渐反弹 在反弹当中呢 这个部分品种的走势很强 能够看到呢 是受市场追捧的 是有人气的 这个是两个不同的 这个概念 一个呢 就是有资金去推动 另外一个呢 有人气 就参与度很好 这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在看的这个 人气上面 那体现在 就估值上面 就弹性上面 如果这几个 几个维度呢 一观察呢 都比较好 那说明这个票呢 就是在市场里头 可以说是天时地利 人和 都比较好的 都比较好的 目前呢 还是需要讲究这个 因为毕竟流动性呢 并不是很宽裕 是一种纯量博弈 所以呢 大家要比的 比的呢 就是本身条件好 然后呢 人家愿意追捧 追捧的过程当中呢 也容易出效果 这样呢 就是大家都赢价 过起来呢 就比较好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觉得现在市场的机会呢 也的确是从这种类型里头产生 就是偏向于呢 自下而上 有一定的行业 或者板块联动性 但是呢 很重要要自下而上 然后呢 有板块 或者行业联动性 这个基本面呢 一定要比较出彩 不是现在就比较好 趋势比较好 想象力也比较好 这样的是最好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当然今天呢 从这个个股的风险来讲呢 也很大的 我们看呢 这个PNST类的 有几个股票呢 就是跌停 跌的可是20%的这种跌停 第二一个呢 就是有些公司的业绩 如果有所散失 就市场呢 原来没有充分准备 那么交出呢 不好的财务报表来 确实呢 是会被捶的 这个呢 是有一定风险的 另外一种风险呢 就是市场的预期呢 是寄希望呢 在高送费啊 什么之类的 这里头主要是一些 小股票上面 或者股本比较小啊 或者人气呢 靠短期的这种追捧啊 那这个跟宋配是有一定的关系 我觉得跟宋配有关系的股票呢 都稍微呢 就是没那么成熟 成熟一点的股票呢 就应该是跟这个 跟这个宋转股没关系 就是跟宋转股没关系 这个可以认为呢 就在市场里头的地位呢 比较稳定 投资者呢 也相对比较成熟 不追求了股本扩张 不从这个角度呢 去获取超好收益 那么如果说 这个大家对高送费呢 很在乎的话呢 说明其实对这个公司 还是忠诚度呢 差一点 同时呢 对公司的估值水平 还是有点担心 这种情况 当然我个人的观察呢 是说 如果有机构 包括呢 像四宝的机构呢 长期借助的品种 其实他是挺喜欢 就是每年呢 都有一定的送费 就是他既做一点股本扩张 又做一点业绩增长 然后呢 因为资金呢 在里头长期维护 所以呢 他能够保持呢 相对高一点的股指 这种类型的股票呢 其实是最有条件 成为长线股的 就是基本面也不错 包括业绩 包括赛道 包括增长性 包括他的这个流通股东的构成 这几个因素一缕都不错 然后呢 在送费方面呢 就是相互呢 有点对接 就是既分点钱 因为大股东这边 肯定是需要分钱的 分钱的 不分钱怎么办呢 对吧 那另外呢 就是做点股本扩张 照顾一下呢 二级市场呢 做做这个四字管理啊 等等这样的一个便利 这种呢 就容易呢 这个除长线牛糊 长线牛糊 这个是另外一个组合 就另外一个组合 就是业绩呢 相对好 赛道呢 不错 然后机构呢 已经深度接入 然后业绩呢 本身呢 也具备送派的这种条件 就转针呢 等等这样一些条件 大家呢 勾对的比较好 典型呢 就以前我们 我们重点跟踪过的 像耀明这种 对吧 每年呢 都是送转 送转送转 不一定特别多 但不少 对吧 他因为他高价的时候呢 就可以送的多一点 因为稀释以后呢 这个看起来股价呢 还是比较好看的 然后呢 像过去的历史里头呢 这个横坠呢 也有这个特点 就是十送啊 这种路子 长期一送 每年呢 都填掉 这样的话呢 有一个20%左右的 一个填权收益 再加上业绩增长的收益 这也是一个套路 凡是那些呢 大比例送配的话呢 就是一次吃个宝 这里头呢 是比较凶险的 就是真正玩高送配的 是比较凶险的 玩连续高送配的 一般都是为了出逃 为了最后套散户 就是把流动性的 做得特别好 股本规模迅速扩张 第二一个呢 通过连续送配呢 把股价呢 做得比较低 这样呢 就是没钱的散户呢 也能够进来 这样呢 就方便的把货出轨散户 然后呢 把股本做到 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亏损以后呢 它也是按股本规模来除的吧 你如果股本规模很小 只有五千万股 那你亏一个亿 每股亏两块钱 OK 我跟你除钱 除到四亿股 对吧 那我亏两个亿 也只亏五毛钱 看起来亏的不太多 它有这些猫腻 所以呢 一家企业如果上市以后 连续高送配 代表这哥们准备 准备是要下刀子的 通常不好 通常不好 我们看历史上面 就是这么统计出来的 而且从逻辑呢 也能够推演出 他这里头呢 在玩什么样的猫腻 所以呢 对高送配这种东西呢 是可指 因为它其实是不增加 公司的投资价值 就它其实是没有改变呢 它的这个投资价值 因为投资价值还是看市值嘛 究竟它值多少钱嘛 公司 但是呢 它改变的是游戏本身 改变的是参与子 这个群体 和这个群体的欲望 是不是得到满足 它是在这些方面的下功夫 所以呢 对高送配呢 就是要想偷 要想偷 那么早年呢 是市场潮流是高送配 现在市场潮流呢 是维护公司形象 不一定的 要把股价放得很低 放得很低 也会很乱 这是这个话题的一个延展